月黑风高 锣鼓喧天 新娘进门 纵亲队伍却穿着白衣 戴着面具 堂上的二老白得有些反常的脸 整齐画衣的动作和话语 掀开新娘的盖头 还好是大活人 但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对劲的地方 过于失真的浓妆 几乎不变的表情 第二天 新妇的脸上出现了一道 要用浓妆才能掩盖掉的印痕 注意看 他走路 做动作时 还有点微微的僵硬感 新娘究竟是什么身份 随从何家丁为什么总带着奇怪的白色面具 像是行尸走肉 为什么明明是婚礼这样的喜事 父母却要穿白色 戴白花 母亲手上 为什么出现和新娘同款的黑色印痕 恐怕 这绝不是一场普通迷婚这么简单 大家好 这里是毒蛇电影 我是忍住先不剧透的小马 前不久我们刚和大家聊完 中式恐怖之怪这个话题 感叹了一下我们有这么多好素材 带媒作品 观众嗷嗷待遍却没有看的 着实是没想到 这部小城门短剧居然解了我的馋 整梦度 只嫁一圆般人马的新作 虽说不是什么大制作 但中式恐怖之怪美学拿捏的可圈可点 氛围的塑造 色彩的冲撞 更重要的精髓是 从正常中隐隐透露出那么点不正常 你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又很难说清楚原委 不敢细想 但又忍不住想揪出真相 整梦度由不同的单元故事串联而成 另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 刘颖 结合了我最爱的两种类型 中式恐怖加无限刘 清朝末年 照相技术从西方传入中国时 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 被拍的人可能会被射走魂魄 从国外回来的郑家少爷自然是不幸 他有个癖好 喜欢哪位姑娘 就用他从国外买的相机给他拍照 这次父亲去世 他回来奔丧 一到家就发现了猎物 父亲死前纳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妾 于林 身宅大院 小妈文学 两人拍照定情 他还承诺 自己一定会娶她 但这段关系很快败露 于林被夫人下令陈堂 而此刻渣男站在一旁 愣是懦弱的一句求情的话都说不出口 诡异之处就此开始了 一切就像是重启了一般 专业 郑少爷又出现在了刚刚归国的那个场景里 家庭催着他赶快去见母亲 他觉得哪里不对 一切好像经历过 但又没有记忆 什么 我刚从东洋回来 来到厅堂 只见母亲身边站着一位姑娘 他介绍道 这是城东百事铺老板的女儿 于林 来负责老爷的丧事 怎么这么眼熟 好像在哪见过 没等努力回忆 色心就战胜了理智 接着一切重演 引诱 拍照 然后承诺会娶她 很快 两人的关系又白露了 这一次是夫人嫌弃于林身份低贱 紧接着是第三次场景重现 于林这回的身份 是与她有婚约的远方表妹 每一次循环 她的记忆碎片就拼凑得更完整一些 这回她终于认出了这张熟悉的脸 吓得逃窜 此时的于林 问出了那句没兑现的承诺 你不是说要娶我吗 郑少爷想起了那个民间传说 拍照可以困住人的魂魄 让其不得转身 但与此同时她忘了 有罪的灵魂不断经历循环惩罚 是因为她有承诺没兑现 那么有意思的地方来了 被困住的到底是被拍照的于林 还是不肯兑现承诺 没有担当的渣男自己 每个单元故事也只有几分钟长度 但真的是非常值得扩充的绝佳概念 而且情节紧凑高能不住水 同时坐到了细节处暗藏玄机 比如郑少爷给女学生于林照相时 有一处容易被忽略的不合理 她的相机盖子是没有打开的 这暗示了她身处的或许并非现实 还有于林的妆容 看似夸张 但眼睛上蓝色的水痕 又与她死于水中的悲剧不谋而合 同样 这种鬼魅感也是不合常理的提示之一 这梦都的每个故事之间 也并非毫无关联的存在 而是通过一条同样充满悬疑感的主线串联 由于母亲病重 知识青年明末返回家乡照顾母亲 并开始负责一家报社新开设的香野一文栏目 一个衣着华丽 妆容妖艳 身份不明的女子时常前来投稿 讲故事 而在明末自己身上 也开始发生一些怪事 正与母亲在客厅交谈 卧房里却传出母亲的呼唤 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母亲 从报社下班回来 江林却一脸困惑地问她 你怎么老去那荒废的楼里 神儿只是好奇 你怎么每天都要去那栋废楼啊 更让我好奇的是 每个怪谈的男女主 都与明末和投稿女子拥有同样的脸 轮回 平行世界 还是梦境 这梦度其实很符合中式 知怪故事一直以来的怪谈形式 就像小时候回农村 奶奶给你讲狐仙鬼怪的故事 他们脱胎于民间传说 风俗禁忌 简短 朴素 却常常像一个深渊世界的入口 让人不敢细想 在刘影这个故事里 对我来说 其实最令人心惊的 反倒是一处看似不重要的情节 两个夫人走在路上 闲聊着郑家小妾被称堂的事 同为女子 她们却觉得这种封建礼教 对女性的残害是活该 更恐怖的是 男方从始至终是隐身的 被保护得很好 这几年恐怖片迷都很羡慕 宝岛台湾能用丰富的民俗素材 拍出大量的中式题材恐怖片 在考虑咱们客观因素的条件下 整梦度虽然还不够成熟 也有成本局限 但其实给出了条 比较优秀的解题思路 第一个得分点是打造悬疑感 在不能够大力渲染 恐怖情节的前提下 塑造悬念跌宕的故事 最终指向对现实和人性的揭露 始终是恐怖知怪片 线下的可行道路 这就要求创作者 认真写出有悬念的好故事 可以看出 整梦度的每一个故事 都在力求在精简的时间里 不落入俗套 达到精彩的反转效果 比如第一个故事 偶娘中 我开始以为又是冥婚娶女鬼 但答案揭晓时 却并非如此 它本质上是一个 关于痴念和恋恶的预言 刘颖将传统的鬼打墙 与新兴的无限流模式结合 也是一种脑洞大开的尝试 第二得分点是 既然见过之后不能成精 那旧社会 其实是一个可供发挥的舞台 纵观优秀的中式恐怖片 一个引发惊悚感的要点是 杨坚的现代 遭遇神秘古老阴霾的侵扰 比如双瞳里 没人知道恐怖道观 藏在大都市的写次楼里 山村老师里 城市化建设 惊动了旧式女鬼的尸骨 才让她怨灵复苏 民国背景同样可以大作文章 它和我们的距离相对较近 加上现代思想科技传入 与传统民俗冲撞 流影的概念 正是基于现代照相术 与封建迷信之间的张力 第三 中式恐怖 智怪的灵魂 其实是封建里叫压迫 导致的人性异化 社会不公 比如游园金梦 这个单元故事里 穷书生被权贵欺压 死去之后 人身上开出花来 便极好象征了这种异化 最后 中式智怪的前提在于中式 只有取材我们自己的民风民俗 意识典故 尊重我们的民族美学 并继承聊札式中式怪谈 现实批判的责任感 这一题材或许才有希望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一定记得点个关注 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